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跟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就是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顯示 他們在上個月的辭職人數倍增 甚至有社工願意賠償三個月的代通資金都要即時劈砲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避免要進行宣誓 至於第二單消息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 民建聯的張國軍就宣稱 說BNO5加1計劃是唐醫毒藥 而且還說了很多暢談的說話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說社署的辭職人數的情況 根據資料顯示 在上一個年度 一共有44人辭職 平均每個月就有大概3.6人 44人當中有17人屬於社工職系 至於來到這個年度 即是2021年度 從去年的4月到12月 一共有31人辭職 包括了有10名是社工 平均每個月就是3.4人 但是去到今年1月 辭職人數就急增到至少8人 有4人就是任職社工 這個數字 就比起去年頭9個月 辭職的平均人數 增加了超過一倍 如果說純粹計算絕對人數 當然佔整個社會福利署的職員 都是很少數 但是從百分比來計算 由於基數太小 所以增幅就很大 辭職的人各有前因 據報導所說 至少有一名助理社工主任 就是看到去年年底 宣誓要求曝光之後 馬上遞信辭職 去到上個月 當局正式要求 公務員簽署聲明之後 他就更加下定決心 寧願賠回三個月的代通資金 即是超過10萬元的港幣 就即時劈砲不勞 這一名助理社工主任的行徑 就得到了很多網民的 清許和尊重 事實上來說 一個人已經是入職了做公務員 而且已經過了試用期的時候 其實一般都很難 從政府職系走出來 更加就莫說要辭職 所以這一名助理社工主任 他的心意是很決斷的 寧願賠錢都要走人 當然他的目的也很明顯 就是為了避免宣誓 但是他也必須考慮到一點 就是到底他是不是應該 繼續在香港執業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現在避免宣誓 就是因為公務員有這個宣誓要求 但是遲些這個宣誓要求 我都說過很多次 就肯定會擴展到各行各業 甚至乎連林鄭自己也走過出來放風 就說公職人員這個定義 就不是局限於公務員 下一批要宣誓的就是區議員 再下一批又是什麼人呢 肯定就是那些政府直接資助出糧的工種 比如說教師 社工 所以我相信 到了最後 註冊社工需要宣誓的機會 不低 因為 社工註冊局就已經有了所有社工的資料 很簡單 如果你不宣誓 他不讓你執業就已經是你被迫都要宣誓了 所以這一名辭職的 助理社工主任他都要想一下 到底是不是 應該繼續在香港執業 還是他會思考一下 比如說去外國那處銜接 反正他的目的都是為了避免宣誓 不如就做得徹底一點 去到外國肯定就不需要宣誓了 如果你說留在香港做社工 遲早都是要面對這個問題 現在就多了一些社工辭職 根據報導所說 其實多數都是擔任助理社工主任 證明得到我們所說的理論是正確 就是說一個人越攀高位 工資水平越高的時候 他所需要放棄的東西就是越多 那個機會成本就越大 所以往往你現在看到那些辭職的人 我不知道他是否去移民 反正就是辭職 他們辭職的時候 其實那個職位 都是初級的職位 當然他已經是主任級 但是是初級職位 其實整個社工主任職位 分了有幾個等級 最初階的就是助理社工主任 接著是社工主任 高級社工主任 接著是總社工主任 以及首席社工主任 所以現在辭職的人當中 其實就是 最初階的那班人 根據資料顯示 助理社工主任 那個薪酬 就是介乎 33,000元 至到是 73,000元 看回這位 辭職的助理社工主任 他賠三個月的代通資金 就是 約莫10萬元 推算回頭 其實他就應該不是說 入職了很久的時間 所以 就會走得比較撇脫 如果你說已經升到 增加點 跳到最高的新級點 就是第33點 一個月 73,000多元 那些人叫他走 他都未必願意 他做一個月就等於 剛剛入職的人 做兩個半月 是不是 所以 都是 一條數 所以我經常都說 年輕的那班 尤其是剛剛大學出來的那班 你就真的要考慮一下加拿大的工作簽證 我再說一件事就是 有些人誤會了說 一定是要找到一份工作才可以申請這個工作簽證 是錯的 現在純粹就是在說疫情關係 如果你找到當地的工作單位 是給你一個job offer 給你一個工作職位 你就可以立刻走 是這樣的 因為現在有一個所謂travel restriction 就是有一個旅遊限制 所以就規定了 你要在那裏有一個job offer 你才可以走 是這樣的 但是就算你未在加拿大找到一個工作單位 落腳也好 你都可以照樣申請這個工作簽證 只不過 你就要等到那個旅遊限制撤銷了以後 你才可以自由地過去加拿大 就是這樣 其實是不需要找到一份工作才可以申請的 沒有這件事 好了 接著就再講下另一宗消息 就是關於 這個民建聯的 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張國均 他接受這個港人港地訪問的時候 施展混身解數 來暢淡BNO5加1計劃 聽聽他說什麼 他首先就提到 說英國現在就處於水深火熱的階段 面對著外憂內患 一來那個疫情又未受控制 二來又剛剛脫勾 又要面對蘇格蘭罵獨立 其實他說這些東西全部都是不了解何謂民主的 蘇格蘭那個獨立的運動已經長期存在 這個正好就是體現了民主的精神 他是可以公投的 所以下重不可以與兵 他就不要亂說一通 這個議題對於英國來說不算是什麼內憂 反而來說 就是一項 民主的權利 好了 至於他說到疫情未受控 其實大家看看那個感染人數就知道了 我都說有雙重疊加因素 第一就是封城 第二就是疫苗的 接種進度事實上很快 英國是全歐洲最快的 當然有些人就說 現在英國的武器都變了一種 疫苗都不知道有沒有用 其實現在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現在還是處於一個封城的狀態 什麼時候會知道呢 就是當這個解封以後 就知道了大概三月左右 解封的時候 看看那個感染數字有沒有爆升 就知道疫苗有沒有效 所以現在有些人整天唱淡 別人那些無效無效是念口往的 你怎麼知道無效呢 不試過又怎麼知道呢 如果別人是可以的 那經濟就會報復式上升 這是必然的後果 接下來 這個 張國軍又說到 BNO5加1計劃 唐醫獨藥 當那些香港人 花了所有錢之後 去到入籍的時候 那個門檻就會高到入不了 實際 英國就已經 列了所有的詳情出來 人家根本上 就沒有一個資產要求 純粹就是說 你住滿了一定的年期 只要你不要離開英國超過某一個的日子 以及你不要在英國犯事 那就已經是會批准的了 過去那麼多年以來 每年都有那麼多人入籍英國 是不是 有什麼大不了 不用說到 門檻會升高高到入不了 沒有這件事 是他自己危言聳定的 接著他就說移民潮 就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這些就是 安慰自己的說法 他們如果是 認為移民潮不會造成很大影響的時候 你就簡直不需要暢談別人 別人走你最好 就給別人的強積金送他走 是不是 你不需要千方百計阻撓別人 取回自己的錢 你說到沒有影響 之前一直說 很多建制人士 或者是藍絲 經常都說 你不喜歡香港走 你走 走 現在很難人家真的走的時候 你又扯著人家三尾 說不要走啊 不要走啊 這樣 那你怎麼樣呢 走不走 別人自己會決定的 你經常不斷說也沒用 好了他還說 移民潮就會被那些願意留在香港建設的市民 有更多發展事業的機會 到底你說這件事情 是不是油沖之然 你明知道有很多 工作崗位都是被港票人士 佔了 甚至乎你說政界也有一個紫荊黨 找來講的 你自己都在面對這個問題 你還說很大機會 很多機會 機會 不是說沒有 老實說 就算三年零八個月 都有人找到機會 問題就是 到底那個機會是多與少 這個意思 機會永遠都會有 這個世界不會是沒有的 真的 好了 他又說 他以往觀察到很多人回流回香港 失去了事業發展的黃金時間 你就有了他 是不是 關你什麼事 你不需要那麼關心他的 往事又不見他們那麼關心香港人 好了 其實現在找了這些建制人士 出來唱衰BNO移民 是沒有作用的 為什麼呢 在九十年代的時候 香港電台也曾經寫過那些歌曲 是不是穩定民心的 阿Sam又寫了一些話知你九七 香港電台又說什麼凝聚每分光 都是主張叫那些人留下 那時候的環境和現在不同 所有事情都看清楚了 所有事情是 所以找這些建制人士出來叫人不要走 就倒米 下午其實是阿崩叫狗 越叫越走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